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从某一天开始 沙唐拒绝了所有向他嗜好的男生 和他一起兼职的同事兼好友详子 对沙唐的改变表示很诧异 沙唐告诉他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了 并且已经同居 所以不再乱勾搭男生了 而沙唐嘴里说的这个喜欢的人 是一个名叫小妍的可爱的小女孩 她单纯可爱的模样 总能将沙唐内心的阴霾一扫而进 每天小妍都会坐在玄关 等沙唐下班回家 她们每天一起洗澡 吃饭 聊天 并且还有一够固定的睡前仪式 就像婚礼的宣誓一般 小妍会为沙唐披上头杀 在月光下进行爱的宣誓 为了供养小妍 沙唐又找了一份心内兼职来补贴家用 这里的店长是一位温柔端庄的大姐姐 同事们也都对沙唐十分友善 其中一名叫三星的金发美少年 在第二天就向沙唐告了白 当然结果自然也是被沙唐挽拒了 然而得知这件事的店长却对沙唐心生嫉妒 他将三星带进了他的办公室 诡异的是自此之后 三星就再也没有来打过工 而店长带三星进入办公室的一幕 恰好被归期四见的沙唐看到了 之后店长以人手不足为由 要求沙唐每天留下来加班 这明显是在针对沙唐 沙唐为了生活费营染 终于等到了发行月 可是沙唐发现自己的薪资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还减少了 于是他到店长帮公室要个说法 店长毫不避讳地承认 一切都是他故意的 他嫉妒沙唐 要惩罚他 而这种惩罚也是对他的一种爱 这句话触到了沙唐内心的黑暗 店长慌了神 口无睁拦起来 他承认自己协部三星与自己发生了关系 沙唐用手机记录下了店长的所有言行 并以此作威胁 最终让店长如实支付了自己的工资 因儿时的经历使沙唐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爱 他对任何人或事物都产生不了感情 也没有爱过任何人 他之所以不停地在男人之间中旋 就是为了寻找爱 可是除了恶心和无感 他找不到答案 在遇到小云之后 沙唐只想占用他 因为小云是唯一能够给沙唐带来甜蜜的人 这晚沙唐正往河里扔你的垃圾 却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 无奈只能收起垃圾回到家里 第二天 同一口中单身又帅气的老师找到了沙唐 向他询问联系不到今后人的事 沙唐的父母早逝 之后一直由叔母抚养长大 老师的手紧握住了沙唐的手 表达自己对他的关心 沙唐眼色一暗 告诉老师最近自己被人跟踪的事情 这天晚上沙唐走到了一个幽暗的胡桃 故意让跟踪者主动现身 没想到竟然就是老师在跟踪沙唐 原来老师是一个追求刺激的短目 他被沙唐与众不同的气质所吸引 理智的沙唐拉向拯抱 吓退老师 感到恶心和苦涩的沙唐 回到家看到小云的那一刻 用内心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同时他下定决心 要铲除一切 威胁到他和小云的任何事物 第二天一早 沙唐主动来到了老师家门口 此时老师的妻子和女儿正在送他出门 沙唐面对一脸错误的老师 缓缓解开自己的衣服恐吓他 怕妻子发现 老师赶紧将沙唐带走 路上面对沙唐的质问 老师坦言与多名女性发生关系 就是他认为的爱 沙唐警告要说出真相 让老师身脉迷裂 但这一行为反而让老师感到更加的刺激 沙唐命令老师帮他处理掉家里垃圾 并且警告他不能打开看 老师乖乖照做了 回家的路上 沙唐看见一名正在派发寻人启事传单的少年 而传单上印着的照片 居然就是小妍 沙唐心里十分害怕小妍被他的家人找到并带走 于是回到家再次告诫小妍 绝对不能出去 关于小妍的家人 在与沙唐同居的日子里 她只字未提 她的脑中经常会出现一个无联女员和她说话 但是小妍却记不得她是谁 这天沙唐兼职的咖啡厅来了一位新同事 三星的内心已经留下了阴影 并且再也无法直面年长的女性 沙唐为三星感到担忧 但是三星表示为了爱的人 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三星所谓的爱人 正是小妍 她无意间看见了传单上小妍的照片 便深深迷恋上了这个可爱的女孩子 这天晚上 小妍的哥哥小婿被流氓拉到公园做了一顿 被路过的三星救下 三星将小婿带回了咖啡厅休息 正准备下班的沙唐认出了小婿就是小妍的家人 她留下来照顾她 并且听到小婿念出了 只有她和小妍才知道的爱的宣誓 被极度冲昏头脑的沙唐 差点用铁盆杀害小婿 但在最后一刻 她恢复了理智 而家里焦急等待沙唐的小妍 以鼓起勇气决定出门找沙唐 说起小妍和小婿的身世 也是凄惨无比 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有暴力亲乡的酒怀 经常打骂小婿和母亲 在父亲的打骂下 内心逐渐崩坏 终于有一天 觉悟了母亲带着小妍离家出走 是这些小妍都不记得 在她的脑中依然只有那个无脸女人 三星在街边发现了彷徨的小妍 激动到脸红心跳 她请求小妍做一件 她一直很想让她做的事情 让小妍对她一边摸头杀一边说 在三星眼中 小妍就是能够净化她身上一袖无碎 治愈她的天使 但这些还不够 她想对小妍做更多的事情 就在三星拉着小妍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前来寻除的流氓一举作灰 小妍被眼前的暴力行为吓到大声尖叫 晕了过去 三星已被揍到不起云视 流氓此时注意到了小妍 粗鲁地拉着小妍的头发 拍打她 就在这时 沙唐出现了 她回到家里后发现小妍不在家后 就急急忙忙地出门寻找小妍 她用电击枪击倒了其中一个流氓 后用重物砸晕了一个流氓 担心晕护地睁开了一下眼睛 正好看到沙唐抱着昏迷的小妍离开 回到家后 沙唐在大门外安装了一个 只能从外面打开的锁 来去保小妍再也不会自己出门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 沙唐问小妍 昨晚是否和其他人说过话 小妍撒了谎 说没有 这天下班的时候 一起打工的锦子在更衣室对沙唐告白 说沙唐是完美的存在 为了变得和沙唐一样 锦子病态地从内衣到包包挂饰 都在模仿沙唐 可是她还是不满足 锦子好奇是什么样的家庭环境 能够培育出优秀的沙唐 自己也很想拥有 因此她偷看了沙唐的简历 还去了沙唐在简历上的住址 但是家里没有人 锦子这些沙唐隐瞒了自己的住址 喋喋不休地想沙唐告诉自己真相 并称是自己因为太喜欢沙唐了 才会如此疯狂 沙唐的内心再特别唤起恐怖的记忆 她想让锦子闭嘴 竟然就直接用自己的嘴堵住了锦子的嘴 为了制止锦子继续打探她隐私 沙唐谎称自己也喜欢锦子 但告诫锦子不要再继续调查自己的生活 被沙唐表白了的锦子激动不已 表示也不敢再追查沙唐 但是撒了谎的沙唐还是感到恶心不已 沙唐回到家后发现了跪倒在地上的小颜 对沙唐撒了谎的小颜 自那天起就经受着愧疚感的折磨 索性两人很快又和好又出 并且沙唐知道了小颜河和三星说过话 而自从那晚被流氓揍了之后 三星再也没有来打过功 翔子来到三星家探望她 不小心闯进了三星的房间 发现整个屋子都贴满了小颜的寻人启事 翔子察觉到三星的异样 正准备离开 三星告诉翔子他看到沙唐绑架了小颜 翔子不愿相信三星 一路狂奔逃出了三星的家 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动了的 这天翔子把沙唐约出了逛街 并说出了一直以来困扰着自己的问题 他怀疑沙唐根本没有男朋友 希望沙唐对自己说出真相 在翔子诚恳的请求下 沙唐决定带翔子去他家 说这样解释起来更方便 两人来到沙唐家门口 却看见有两名警察站在那里 说有人举报从这个房间里传出了恶臭 另外没有人用门 因此警察要求沙唐打开三零五室的门 只见沙唐将手里的钥匙扔在了门边 然后倾扣房门 一个浑身缠着绷弹的女人打开了门 他就是沙唐的书母 沙唐的书母邀请大家进去 警察检查了所有的房间 发现恶臭其实来自于堆积成善的垃圾 沙唐的书母突然大叫 静止扑倒了男警察 举止出阁且暧昧地说了一些下流的话 把警察给吓得屁滚尿流 这一幕让沙唐想起了儿时 那时候书母会带许多陌生的男子回来 之后书母的身上会出现新的伤痕 这在小沙唐的心里留下了严重的医药 警察走后沙唐也带着翔子离开了 楼上沙唐告诉了翔子有关书母的所有情况 问翔子是否还愿意做自己的好朋友 没想到翔子居然沉默了 沙唐心中意冷丢下翔子独自返回家里 但是这次沙唐竟然一直往楼上走 然后打开了1208室的门 小颜如往常一样站在玄关迎接她 原来1208室并不是沙唐的家 在此之前是属于一个画家的 这个画家之前经常邀请沙唐 到家里来给自己当目特 沙唐暗淡淫欲的眼神让画家爱不释手 但是有一天沙唐抱着一个晕倒的小女孩来到她家 沙唐焦急担忧的样子 让画家感到了她眼神的变化 沙唐平日那暗淡的眼神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感情的神采 是那个晕倒的小女孩改变了沙唐 画家想要沙唐变回知情的样子 因此打算亲手杀了小女孩 结果却被沙唐给反杀了 于是画家死后沙唐占用了她的家 从此这里就成为了沙唐和小妍的甜蜜城堡 某晚翔子偶遇了小穴 因为翔子之前经常照顾小穴 给她加油打气 因此两人关系逐渐亲密 并交换了手机号码便于联系 翔子一直想给沙唐道歉 这天她徘徊在沙唐家门口 碰巧看到了沙唐正抱着小妍 翔子鬼使神差地拿起手机拍下照片 沙唐发现后愤怒地将翔子甩进了屋里 要求她删除照片 翔子不肯 也不愿意告诉沙唐自己的手机密码 随即两人便争执起来 小妍害怕地躲回了自己的房间 最终 沙唐害怕翔子报警告密 翔子已经将那张照片传给了小穴 小穴将翔子发给她的照片转发给三星 并约她在公园见面 随即小穴打晕绑起来三星 小穴威胁她去查沙唐家的具体地址 于是三星回到沙唐兼职的咖啡厅 从沙唐的简历里查到了地址 但是为了独占小颜 她没有将查到的信息告诉小穴 而是独自前往 三星到达后发现门没有关 单星趁叔母不在的时间向小穴求救 并告知了沙唐家的地址 但是小穴从照片上看到的却是 画家所居住的1208室 而不是叔母居住的305室 小穴怒骂三星欺骗了她 另一边 杀了响子后的沙唐消沉了好一会儿 在小穴的暗昧下再次振作了起来 他们决定一起离开这里 沙唐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 将响子的尸体放在画室 并给她穿上了自己的衣服 因为怕弄脏自己和小穴的对戒 沙唐在动手前将戒指取了下来 随即因为匆忙忘记了这茬 当沙唐带着小穴在车站购买车票时 才想起自己的戒指忘了 于是两人在此折返 却不料正好撞见了赶来的小穴 沙唐抓着小穴就往楼上跑 小穴一路紧着不舍 而此时按照计划 沙唐的叔母将公寓的12层楼全部点燃 小穴堵住了沙唐和小穴的去路 小穴不愿意跟小穴走 她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 但小穴告诉小穴母亲并非抛弃她 恰恰相反 母亲是为了保护她 甚至为此不惜牺牲自己 毒杀父亲 可是知道真相后的小穴 依然拒绝回到小穴身边 她选择继续和沙唐生活下去 由于此前沙唐的叔母 答应帮助沙唐逃离 月宁好在沙唐和小穴离开后 就将公寓点燃来毁尸灭迹 说话经火势愈演愈烈 导致沙唐和小穴虽然甩掉了小穴 但也只能被迫逃到了天台 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小穴说 接着小穴扑进沙唐的怀里 一起跳下了天台 下落的瞬间对于沙唐来说 却像是过了很久很久 她走马灯般地看到了 原本属于她和小穴的幸福未来 也就在这一瞬间 沙唐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爱 她要让小穴活下去 小穴还有属于她自己的未来 于是她将小穴 紧紧地护在身子里聚入了下去 最终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小穴 终于不幸的故事迎来了结尾 警方在1208发现了降子尸体 沙唐也坠楼身亡 而书母依旧疯疯癫癫地 在镜头前对自己纵过罪行 共用不讳 而此刻的小穴则逃在医院的病床里 小穴拿着一束花前来探望 她告诉小穴一家人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可是小穴眼神冰冷地笑着说 她的心将会一直是沙唐的 和沙唐在一起 才是属于她的幸福甜蜜生活 故事在这里假然而止 但留给观众的是无限的悲伤 故事里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对爱的理解 沙唐看尽了这些光怪陆里的爱 却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爱 直到她遇到了小穴 但是她坐把战友当作保护 坐把圈养当作陪伴 小穴曾经对沙唐说 若要去死 请让她成为共犯 沙唐抱着小穴坠落的那一刻 强烈地想要小穴生的欲望 让她意识到了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是为了让你活着 我愿意放手 为了让你活着 我宁愿不活 最后 沙唐死了 小穴活下来了 沙唐的死 小穴真的成了共犯 但是谁又曾知道 其实是小穴救赎了沙唐 这个社会的确有时候会遇到恶意和被曲解的爱 但是要相信着真爱理由是美好的 是能将人救赎的存在 好了 那本期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阿睡解说的还行的话 还请动动手指点赞订阅本频道 有其他什么有趣的作品 想听阿睡讲解的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